方姨因为那个Runner老师 她最近要考试 然后她又课上的比较多 所以她的嗓子就咬了 今天和明天的课都是由我来带你上 可以吗 可以的老师 好的 但是刚才我有听Runner老师说 就是今天她有伤 但是她没有说出来口 她说她是有上打字的老师 有什么 有上我们的那个课论了 老师 她说她没有说出口 但是她会上打字的老师 她说她会在盘听是不是 对了老师 好的 没错 她在盘听的 好的老师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打字问她 可以吗 翻译 可以的老师 就是Runner老师就在老师的旁边 没错 好的老师 等她的身体好了 差不多了的话 她就会来给你代课了 翻译 好的 你还记得我们昨天 你说你说翻译 没事的老师 好 可以看到老师的屏幕吗 可以的老师 那你还记得我们昨天是讲了哪三个话题吗 翻译 我还记得的老师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了家庭和旅行 还有食物 昨天我们讲的这三个话题啊都非常的贴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现在老师要来随机提问了翻译 可以吗 老师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啊老师 你听不清楚 最后那个句 老师 随机提问 老师给你打一下 就是要老师要来提 从这三个问题里面 随机抽选一个话题 来提问你可以吗 老师可以 打就出来吗 因为我还没形容到那个字 老师 哎 好的 随机提问 啊 随机提问 对 随机提问的意思 就是 从要从这几个话题里面 随 随便抽选一个来提问你 好的老师 嗯 那翻译 你可以向老师介绍一下 你和家人有什么特别的传统或者习惯吗 嗯 我的家庭有一个特别的传统 就是在过年的时间 无论有多忙就会啊 就会一起的家人 就会去看外公外婆的家 就会去看外公外婆 还有就是我们的家庭很注重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因为我妈妈之前有开过一家咖啡店 但是呃 没有容易出那个比较饮的东西和饮食 这是我家庭的传统和习惯 好的 讲得特别棒 特别好 跟昨天教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刚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形成了妈妈的胃病 是造成了 造成 要说形成 要说造成 好的 那我们什么情况说 什么情况说 形成什么时候就说造成啊 老师 说形成呢 是要一种比较好的情况 但是这个造成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坏的情况 那个胃病是不是一种比较坏的情况 所以我们不能说形成 要说造成 可以听懂吗 翻译 可以了 就是教程是教程了化的情况 对 还有形成是形成了好的习惯 对 没错 好的 老师 没错 就是这个 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接下来的话题咯 好的 老师 娱乐 娱乐呀 是我们平时和朋友家人经常都会聊的话题 对不对 对了 老师 然后我们在工作上也会经常聊到 就是当你跟朋友下班的时候 你们就会坐在一起聊天 就会聊到这些关于娱乐的话题 那翻译现在 昨天是不是让你下去准备了一下这几个话题 对了 老师 现在老师要开始提问你咯 好的 好的 老师 第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娱乐 你最近看了哪部电视剧 觉得它怎么样呢 我最近看了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 就是现在很有名的电视剧 也是刚刚目的 刚拍刚目的 就叫《未有暗相来》 哦 啊 未有暗相来 未有暗相来 是 未有暗相来 是 未有暗相来 未有暗相来 对 没错 特别棒 未有暗相 再读一遍麻烦你 未有暗相来 对 未有暗相来 没错 特别棒 为什么我们不叫为而叫为啊 老师呢 老师 因为这是一个 你知道的吧 这是一个多音字对不对 它有两个拼音 一个是为 一个是为 但是那个为呢 就是有种给别人的意思是为了 才会说为 但是为有按相来是 这个意思只有 只有 好的老师 我写下来了 你可以听得懂吗 如果听不懂的话 老师给你打出来 可以吗 我 我 我 老师可以 我就是 我可以听懂 就是为的意思就是只有 我老师 对 没错 老师您知道 这个电视剧吗 老师知道 但是老师没有看过 老师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经常刷到 你可以跟老师讲一下 他的电视剧的情节 麻烦你 好的 好的 这个电视剧 类型是情感 心理和人文的电视剧 但是 它就是比较情感的 情感 而且这部电视剧很迷人 很好看 很感动 特别是 它的含义 挺人文 和挺有意义的 这个故事就是 女主上辈子 已经犯了大错 因为他的基督 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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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 错 就是那个 有四声的问题 那个 Rena老师是不是教过 如果是不会读的话 就把那个四声 拉得很长 大错 大错 错 错 对 就是这样 好的 老师 大错 大错 对 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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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稍微拖长那么一点 就把第四声发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对了 老师 好的 继续吧 翻译 好的 这个故事就是 女主上辈子 已经犯了大错 大错 对了 对了 因为他的基督 和狠心 害了他全家门门 被斩头 但导演 已经 没 设计了 他有一个 特别的能力 就是 重生的能力 当他 重生的时候 他已经 非常后悔 而带来 带来一种 很害怕 很后悔 很忏悔 想弥补 错误的感觉 这新的辈子 只有他 只有他一个人 可以拳击得上辈子的事情 没错 没错 特别吧 爱人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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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 他都 没有 怪谁 他还努力 救他的敌人的 但事实永远是事实 杀人了就不能 救活 救活受害者 已经杀人了 就不能救活那个受害者 他还要付出 大家他的错误 重生只是一场梦 他 他仇人也已经死了 他重生只是一场梦 他仇人已经死 他们们也跟着被斩头 只剩下他非常后悔 也发说 永远也不会再害人了 我觉得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说任何事情之前 都要 都要考虑后果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因果的 也教我们 要努力向山 努力做个好人 因为每个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当好人也会有好报的 好的老师 特别棒 讲得特别的好翻译 谢谢老师 特别棒 老师听了都感觉 生灵奇境 重新经历了一遍女主的生活一样 老师可以再说那个字吗 我听不清楚 我老师 是不是生灵奇境这个字 对了老师 生灵 就是这个 生灵奇境 它的意思呀 就是 反复置身于那个电影 我还没看见到老师 可以看到吗 它的意思就是 反复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一样 诶 老师 您写出了那个字吗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字 还没有看到吗 诶 好的 那我重新弄一下 我已经写出了 可能是 这个系统有点慢 还没 还没可以呀 老师 现在我只看到是 那个字 老师 诶 现在我就看到那个 你看到生灵奇境 这几个字了吗 翻译 现在可以了吗 还不可以的 老师 哦 还不可以 我 我 仿佛 是 不可以呀 好的 老师弄一下 好像是网络有点弱 好像是网络有问题呀 老师 哦 网络有问题 老师换一个网络吧 我也不可以 写照片的 你现在看不到老师 写的这几个 反复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 那几个字 对不对 对了 老师 就是 各家的时候 我也不可以 记什么的 哎 好 嗯 这来老师 好的 好的 老师弄一下 好 老师 喂 老师看到了 老师再重新 弄一下网络 稍等一下翻译 对不起呀 好的好的 没事的老师 老师好了吗 老师 好了好了 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吗 啊 现在我可以看到了 老师 好的好的 现在可以看到就行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字是生灵其境 老师刚才是不是说 反复生灵其境 重新像女主一样经历了一遍她的生活 这个生灵其境的意思就 反复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 就是像刚刚老师说的一样 把我当作那个女主一样 去重新活了一遍她的那个生活 可以听懂吗 翻译 啊 可以听懂的 老师 哎 好 可以听懂就好 然后昨天你是不是也向老师介绍了一部电影 啊 到了老师 就是我昨天晚上去看的那部电影 嗯 你昨天晚上去看的那部电影 你是不是说了三个字 那个类型 三个字的关键类型 老师说 你说它的类型是不是感情 古代封建社会 啊 对了 老师 那如果是我们向别人介绍的话 我们怎样用这三个字 来更好地表达出 呃 呃 这部电影的类型呢 你可以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吗 就是用感情 古代封建社会 去造句话 对 没错 可以吗 翻译 啊 就是用感情 古代封建社会 去造句话 老师 对 没错 可以吗 翻译 啊 可以的 老师 那我想一秒 我想一天 就是用这三个字来造一句话 好的好的 嗯 嗯 我特别喜欢看 我特别喜欢看 啊 感情 啊 类型的 我特别喜欢看 感情类型的 电视剧 尤其是在 古代封建社会 的时代 嗯 首先好位 我特别喜欢看 感情类型的 电视剧 尤其特别是 喜欢看 在那个 古代封建社会的 时候 因为在那个 古代封建 社会 我可以 因为在古代奉献社会的时代看 带来了我很特别的感觉 方怡这个不能说带来了我很特别的感觉 应该说给了我很特别的感觉 好的老师 给了我很特别的感觉 要这样说可以吗 可以的老师 那什么情况我们说给 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说带呀老师 对的话它是一种比较实际的 就是别人把某个东西带给你 但是给的话就不可以 就是我们说给了我特别的感觉 这个感觉是不是一个比较虚无的东西 就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是不是 对了老师 这个时候就应该说给 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我带给你 带给你一杯水 这个水是不是可以摸到的 嗯 是不是就可以说带 可以听懂吗翻译 我可以听懂的老师 我再呀 我再写下来呀老师 哎好的好的好的那老师给你一分钟写一下 好的 哦 我写完了老师 好的 刚才那个造剧啊造的也特别的棒 但是老师其实想说的是 嗯你跟人家表达这个电影类型的时候 你说感情古代封建社会 这个是不是太笼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电影 嗯 这个是不是别人就会听得出明白 关于 啊 为什么我们呢 我们要先说 啊古代封建社会呀老师 因为这是啊 你有学过那个定语那个东西吗翻译 定语 嗯没错 啊 定语 好像没学过老师并语是什么意思啊老师 哎好的老师等一下给你讲感情电影 就是 古代 你昨天是不是说了古代封建社会 古代和封建社会 还有感情这三个 对了老师 社会和感情 社会和感情 这个其实是有 你在造一句话的时候 要呃 呃 哎 等一下 就是这个是语法哈老师 哎好 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Rena老师在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老师可以再啊讲一遍吗 我没听懂吗老师 好的 就是我们再说一句话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一个主语 这要分主 卫兵 定状不 这些 这个呃 这些你懂吗翻译 嗯 这个这是主语 我可以懂的老师 哎 对 这个是不是个主语 这是主语 然后是 是卫语 这些呃 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电影 这些啊 全 这些感情 这些全部都是他的一个定语 但是为什么古代要先放在前面呢 呃 因为他有一个 他的那个定语的位置 要有一个感情电影 而不是说封建电影 因为他 古代 古代这个他的定语 他不是最重要的 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封建 古代封建社会 这个是不是可以连在一起读 对了老师 古代封建社会是一起读的 对 所以他就要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感情电影 感情这个才是呃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和他的电影搭配在一起 这个是他的 兵语 这些你知道吗 翻译 主 为兵 是最重要的三部分 就是哪 哪是最重要的三部分 老师可以再说吗 一个句子 最重要的三部分 一个句子最重要的三部分是 主为兵 就是主语 卫语和兵语 啊 主语 卫语和兵语 对 啊 这是主语 然后这些最重要的是 这是电影 对不对 最重要的一句话 要造成 要造一句话 是不是最重要的是 这是电影 然后这是什么电影呢 这是一部关于 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电影 一部关于 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 呃 这个才是他的定语 最重要的是主为兵 主为兵有了 然后在里面加上一些定语 就会把这个句子润色 那老师你可以 呃 再组一组 组组细一点 呃 那 那是主语 那是兵语 那是微语吗 好的 好的 可以的 这是主语 这个你知道吗 翻译 你之前有学过 你之前有学过这个主为兵 这个概念吗 啊 我现在才才记得 有学过了 老师 你哦 你之前有学过 我怕我突然之间提到这个知识 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话 会太会有点难 呃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 你想了解这个知识吗 就是什么老师 知识 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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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就是这个知识 知道这个字 这个什么意思吗 啊 我知道老师 就是 知识 就是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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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没错 但是你那个识 要 嗯 不能偏的这么 不能往上扬的这么多 你稍微降下了那么一点点 知识 知识 没错 特别棒 你可以再读一遍吗 再 再练习一下 知识 好的 没错 对 特别棒 老师 老师想说的是 你之前如果了解到这个知识的话 老师就可以继续跟你深入一下 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了解到的话 嗯 老师突然提到这个知识点 老师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 嗯 我有学过那个主语和微语是有学过了很多 但是并语我有学过了 但是现在呀 有一点模糊 老师主语和微语是很清楚的 但是并语学过了 但是有一点点模糊啊 老师 哎 好的 那现在老师再重新跟你讲一下那个主卫兵的知识 可以吗 但是这个知识点和我们今天学的内容 嗯 可能 不太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了主卫兵 你才可以说好一句话 好的 老师 好的 那像这句话 这是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电影 这就是它的主语 这你知道的吧 翻译 我知道的 是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是是是动词啊 老师 对动词 动词在句子里面是一般是做什么呢 是不是 谓语 啊 对了 对 没错 就是这个 冰语是谁 你知道吗 翻译 啊 冰语 啊 刚才老师说 古代封建社会是冰语 老师说的是定语 那个是定语 什么啊 定语 定语 对 老师说那个是定语 那个不是冰语 冰语是 嗯 电影 这个才是冰语 老师标的颜色你可以看到吗 翻译 我可以的 老师 就是红色的 这个红色是不是对应的红色 蓝色对应着蓝色 然后紫色又对应着紫色 但这个紫色不太清楚 我弄个清楚一点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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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吧 嗯 这个句子里面最重要的三部分就是主卫兵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 这几个字只有这是电影 是不是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是的老师 对没错 所以你先学会主卫兵 然后再在里面加上一些润色的部分 润色的部分你懂什么意思吗 翻译 我不懂那个润色老师 哎好的老师给你想一下 润色 润色的部分呢 就是说来使这个句子更完美 更加的清楚 这就是润色的部分 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 这个就是润色的部分了 你可以听懂吗 翻译 润色的部分 润色 好的 我可以听懂的老师 哎好的你可以听懂就行 润色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定语 定语 定语就是它的润色的部分 润色的部分 对了 有接触过了 但是很 很清楚 老师不啊 不讲那么 主席或者是说 我不太要 记得 老师 哦好的 那现在老师再跟你讲一遍 你可以 下去多加练习一下 然后把这个知识点 巩固一下好吗 好的老师 哎 为什么 并语和定语是一个颜色 老师是指色 并语和定语是一样的 老师 没错没错 弄成蓝色吧 红色 对吧 黄色可以看到吗 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 这些啊 全部都是它的 定语 就是这几个 可以看到吗 反而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 这些就是它的定语 好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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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得到论识的部分 好的老师 方姨 喂 我叫来老师 哎 好的 你再记 你再记这个知识点吗 对了老师 十点是什么老师 嗯 十点是什么老师 什么 刚才老师说十点 十点 就十点啊 我 我 我都记下来了老师 对 然后 嗯 你跟别人介绍 这个电影类型的时候 你是不是 首先说的是 这是一部电影 然后这是一部什么电影呢 这是一部关于 古代封建社会的感情电影 这个 这句话 是不是才更加的完美 让别人更 清楚的明白 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影 对了老师 所以啊 这个 老 老师想 所以这个 一部关于古代封建社会的 就是它的润色的部分 润色的部分呢 就是叫做定语 润色的部分 就是叫定语 就是 更仔细一点 对 对 这个 这个知识点是不是有点难呀 翻译 嗯 那就是 我想问润色的部分是定语 或者是冰语啊 老师 润色的部分只是定语 它的冰语 不是 哦 好的 好的 好的老师 我接下来了 老师 好的 还有你刚刚说的 呃 那个 唯有暗香来 对不对 唯有暗香来 它的类型是情感 心理 和古代服装 你是不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这样子说的 对了 老师 你刚才学了这个知识 你要怎么说 这是一部关于古代服装的 心理情感的电影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了呢 啊 对了 老师 这是一部关于古代奉献社会的心理感情电影 对 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使这个句子变得更完美了 啊 对了 啊 读了很顺口 对 是不是刚开始 你直接把那个关键词给人家 人家可能不太懂你什么意思 但是你这样子跟他们说的话 他们就会 哇 立刻明白 哇 原来是这样一部电影 就是这样子的翻译 好的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了翻译 可以吗 好的 老师 诶 那就是我只是 那就是我只是 说出来而没有这样的话 就是不对的语法 老师 哪个是不对的语法呢 就是我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这是情感心理和古代服装 这是古代封建社会感情这样子 你说这是不对的语法吗 对了 老师 就是我只是脸表出来呀 老师 嗯 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的 人家也是可以 但是这是也 但是如果是你在平时交流的话 这样子说是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你打字跟人说的话 是可以这样子的 嗯 就是这样啊 啊 没错 好的 我明白了 那我要注意一点 要我说对那个语法 嗯 没错 语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主位兵 这三个部分 诶 但是我们我现在不太可以分出来是宾语和定语 老师 就是不太分宾语和定语啊 你分不清宾语和定语是吗 对了老师 嗯 那我们要不要找一个时间给你练习一下宾语和定语呢 嗯 如果是你分不清楚的话 在课后的时间老师给你单独辅导一下可以吗 好的老师 好的 我们在明天或者后天你有时间的话 呃 谢谢老师 一不客气 那我们要开始接下来的了 我们今天因为讲这个知识点耽误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个这个字太小了老师 老师把他放大一点 好的 那你当别人问你你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或歌手是什么 可以推荐一些音乐给我吗 你会怎么说呢 范姨 嗯 我就会说就是我喜欢一首 嗯 我喜欢一首的风格 有 你喜欢一首歌的风格 不能说一首的风格 要说一首歌的风格 好的 我喜欢一首歌的风格 有旋律甜美 啊 欢乐快乐的歌曲 因为它能 啊 够激发听众的灵感 啊 给听众带来积极能量的感觉 啊 可以推荐的 其实我想跟你推荐 几首歌 比如 热爱一百零五度 吸的你 弯游引力 世界美好于你 嗯 怀怀相抠 有 有点甜 小尾巴 啊 宠户 你笑起来真好看 就是这样的老师 哇 你听的中国歌曲有这么多的吗 啊 因为我很喜欢呢 看中国电视剧哦 老师 好 所以在中国电视剧中间呢 也有放了很多中国的首歌 听的特别特别的多 老师都 嗯 惊讶了 但是你可以再读一遍 你看看一首什么 你可以再读一下你看一句话吗 好的老师 可以 帮你纠正一下 可以吗 好的 好的 可以的 我想跟你推荐几首歌 比如热爱105 是 你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或歌手内力 啊 最喜欢的音乐风格 哎 没错 我喜欢一首歌的风格 有旋律甜美 欢 啊 欢乐快乐的歌曲 因为 这句话的语法有点错误翻译 好的 好的 老师 帮我这样子说 好的 那我们怎么改啊 老师 有 你喜欢一首 我喜欢一首歌 你是不是说 我喜欢一首歌的风格 有旋律甜美 欢乐快乐 我们应该这样子说 我喜欢一首 旋律甜美 欢乐快乐的歌 或者说 我喜欢一首歌的风格 是 而不是说 我喜欢一首歌的风格 有 啊 我们要说是 不能说有 是吗 老师 对 或者 你自己 嗯 可以说 我喜欢一首歌 旋律 我喜欢一首 呃 歌的风格 是 然后把那些说出来 不能说我喜欢一首歌的风格 有 那些 嗯 好的 老师 哎 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我们 呃 不能拥有 我老师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学的那个位语的那个部分 要用对 要用恰淡 用那个 有 他 位语用的不恰淡 恰淡就是什么意思 老师 恰淡 啊 就是合适啊 老师 对 恰淡的意思就是合适 就是用的刚刚好 好的老师 我已经啊 接下来了 有 有已经改了 好的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部分都讲的特别的棒 特别的好 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好书吗 翻译 嗯 有 有没有推荐的好书 嗯 我平时都没有 啊 我平时 其实我平时都没有 啊 读太多书的习惯 但是 我曾经读过 啊 但是有一本书 我曾经读过 也特别欣赏的书 就是 啊 就有两本书 就是 心灵 基堂 和 心灵 基堂 啊 心灵 鸡汤 对 心灵 鸡汤 不是 心灵 鸡汤 好的 心灵 鸡汤 和 啊 和 聊反 视讯 什么 聊反 视讯 聊反 视讯 聊反 视讯 对 聊反 视讯 对 可以 其中 我 其中 我最欣赏的书是 聊反 视讯 聊反 视讯 是 明代 浙江 山人 聊 什么老师 是浙江 是浙江 这个又是第四声的发音问题吧 第四声拖的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就把第四声发出来了 好的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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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棒 浙江 浙江 没错 浙江 浙江 山人 聊反 视讯 是明代 浙江 山人 原流反 于 1550年 左右 说着的一部作品 原本为 教训 他自己的儿子 为教训 为教训 翻译 这个是原本 原本 为教训 刚刚那个 为有暗香来 你是不是就说成了 为有暗香来 现在是不是为了教训 你说成了为了教训 对了 这是刚才的 还记得刚才的 对 这个是为了教训 他的原本 为了教训 他自己的儿子 故取名 信子文 其后 为 启读 诗人 虽改 经名 虽改了今天的名字 就叫 聊反 视讯 主要内容是 圈 善书 是讲命运 是可以根据 人类的行为 而完全改变的 多做善事的人 命运会比较好 反之 反之 如果 做了善事 命运就会下降 下降 下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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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特别棒 现在 第四声发的 越来越好了 三姨 他的 下降 最初 聊反 的命运 是 有一位 名叫 孔子的 和尚 预测的 孔子说 他只能 和到 五十三岁 还 不会有 儿子 不会有 儿子 不会有 儿子 渐渐的 聊反 发现 所有 发生的事情 全 应验了 而且 还绝对 准确 见到 一位 前世后 他听到了 关于 既得 行善 改错 等 改变命运 的方法 缓解 从此 他的命运 睡间 好 好转 开始 睡间 顺 是顺 是不是 顺 顺 顺 对 顺 这个又是第四声 顺 顺 顺 不是的 老师 我刚啊 我刚说的是 睡 睡间 老师 睡间 哦 对 这个发音 是的发音 不太准确 是不是 啊 对了 睡 睡间 顺 是温 温顺 润 顺 润 顺 你可以跟老师再读一遍吗 翻译顺 顺 嗯 没错 顺 我刚才没有读顺那个字 老师 你想说的是不是 顺 不是的 我想说的是 睡间 不是 不是睡间吗 睡间就是慢慢来呀 老师 老师 慢慢慢慢慢慢 渐渐的 老师 我已经啊 没有啊 你可以把那个字发给我吗 我想 我已经想了 在这里呀 老师 嗯 嗯 因为我的这个 在放着那个 屏幕共鸣 有点看不到 喂 您看到了吗 老师 哎 可以了 看到了 看到了 没错 哎 这个字也得特别好 可以了 老师以为 你想表达的是 顺间 随间 哦 是随间呀 随间 嗯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您看到了吗 老师 随 随间 是随间 见 那个字不是读间 是见 见见的见 慢慢来的意思 见 老师 老师 您可以打字了吗 打字吗 可以打字 和打那个拼音 好的 好的 可以的 嗯 好 好 好的 peripher 不然屏幕变得有点大了 看到这个字吗 随见是见翻译 随见 你可以跟老师读一遍吗 随见 随见 对 见 见是第四声 第四声调把它拖缠了 没点见 就可以把第四声发出来了 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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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清楚 那我继续啊老师 好的 你继续吧 好的 开始 从此 她的命运随见 好转 开始便离 之前的预测 在她六十九岁的时候 她又长寿 又幸福 又有孩子 又有男孩子 她就写下了这本书 讲述了这一家 其中包括她留给儿子的事件是 是 利命之学 二 一 利命 一 第一 利命之学 第二 利命之学 利命 利命之学 对 利命之学特别棒 二 改 过 之法 生 啊 积山 积山 之法 积 积山 之 积山 之法 积山 之法 是 千德 之 消 方语 你可以把刚刚说的那个 积山 之 放 呃 拼在上面给老师看一下吗 好的老师 好的 就是打 打出 打出出来呀老师 对 打字 打字在那个聊天框里面 好的老师 好的老师 您呢 您看到了吗 积山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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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 第一个积是 第一个声调 平平的 不要有 其他的 延声调 积 积 积 上 上 之 之 之 也是 也是 也是第一个声调 之 之 对 方 方 方 积山之方 积山之方 对 特别棒 积山之方 积山之方 特别棒 现在就读得特别的好 积山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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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山之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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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老师 好的 然后你打出来之后 老师就知道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老师再重新 帮你积一下音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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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那个 那个 积山之 积山之方 积山之方 啊 是 你打错了吗 繁衣 这个 这个积山之方 不是积山之方 老师 天德之孝 是 天德之孝 你知道他们的意思吗 啊 我有 我有知道啊 老师 因为我也 有读了 这个书啊 这本书啊 是 是 是 也可以 好的 天德之孝 老师也可以用中文的 给我解答都很挺好的 老师 这个谦德之相呢 这个谦是不是谦虚的谦 德是不是善良 有品德 效是不是效果 你把这个字一个一个的拆分来解释呢 就是谦和有能力的 有道德的方法 对 就是 我知道 越南的意义老师 但是中国的意义 都是一样的老师 都是一样的 老师可以把你打出来一下 好的老师 小 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老师 就是谦虚的好处 谦虚的效果 接下来就有四个部分 用诗歌部分来讲解如何改变命运 我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袁辽凡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并结合大量真实 和圣东的诗压 教成诗人不要被命运之束缚手脚 我们要自强不惜改造命运 所以每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我总是铭记并消法了 我总是铭记并且用刘凡老师的榜样 用刘凡老师的榜样来改变我的环境 改变我的命运 努力向上的 好的老师 讲得特别的棒 但是这个改变的命运 运 命运 对 其实 翻译你讲得特别的好 然后其中的一些小问题呢 就是这个第四声调的发音不太准确 这个之前Rena老师是不是也教过你 这句话就容易被 被有点错误啊老师 被有点就是有下习惯 从前的习惯呢 所以如果单读一个字读 就是可以容易读对 但是一个句很多句 很多句的时候 我可以忘掉了 那个就是第四声啊老师 这个呢就要你自己下去多加练习一下了 然后你也可以经常跟老师发语音 跟我发语音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如果我发现你第四声调有问题 我是不是就会提醒你改正 所以我们以后就多多的发语音 可以吗 翻译 然后这节课是讲的他讲的内容 可以的老师 嗯就是我们刚才讲了那个 主卫兵那个内容 等到明天或者后天 你有时间的话 你联系我 然后我重新给你 更详细的讲一下可以吗 老师用几个例子 多准备一些句子来给你 让你更加详细的了解这个知识可以吗 不客气 嗯那今天的内容就先这样了 因为今天的今天后面的内容也没有上完 那我们明天再接着讲那个学习和教育节日和庆典可以吗 可以的老师 那你下去就先 好的老师您也交点信息啊 好的明天见 特别棒 你想的特别棒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